这一念是纯正之举 旧能瓦森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得到阿弥陀佛 本月为神加持 这个是夜森成就的法门 不是小成就 不是正阿罗汉国菩萨国 不是的 究竟圆满的佛国 夜森当中成就 所以这个法门不是一法门 这是弥陀 我证决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事运不可思议 我们说佛 地要紧点 要明理 佛在经上所讲的道理 要清楚 无论是讲的根本的大道理 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或者是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由来 我们前面都过 为什么会有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见极乐世界 见了极乐世界之后 又为的是什么 我们都得清楚 都得明了 阿弥陀佛 对我们 有些什么需求 我们想往生 要具备哪些条件 这些在前面 都曾经跟诸位 报告过 那么再说 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本子 是一个汇集本 那么现在 有少数人 分别执着 恒生 所谓是 沉浸很深 尤其是 对于在家居士 总是 要小看了半截 只出家人 在外面红发力深 真的是占便宜 大家对你 能生起恭敬心 知识上来讲 讲经 讲得再好 都要打对折 听众在心里 恭敬心思不起来 除非比出家人 讲的那个好 要超过十倍 下面听经的 才会电脱 你讲的 你讲得跟出家人一样好 人家对你是摇头 不电脱 汇集金本呢 依附如是 如果这个汇集本是再加大 这个出家大得作者 那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说话 它是再加居士汇集 这个事情 说起来 也很奇怪 三种汇集本 全是在家人做的 第一个汇集本 是宋朝时候 王龙书 居士做的 第二个汇集本呢 是清朝 咸丰年间 魏莫申 居士做的 这是第三个汇集本 夏连居 老就是做的 王龙书的本子 收集在笼藏里面 日本的大藏经 也收集这个本子 古时候 祖师大德的著作 如果被收进大藏经 那就是说 在那个当时 那些带里面 高僧大德 都肯定 你的著作 什么有错误 可以流传给后世 这才能入葬 入葬 那是一个高度的标准 至善的标准 王龙书 居士 实在讲 也非常的遗憾 在他那个时代 他所看到的 无量寿经的原本 只看到四种 大宝集经里面 这一种 他就没有看到 由此可知 当时 经典得到 非常不容易 因为在宋朝那个时候 依旧是首朝本 印刷书 还没有发达 没有发明 金刷书 金券都是手写的 数量 当然是很有限 所以 大宝集经这一份 他没见到 他只以四种 原意文会记的 那么 大宝集经里面 还有一些经文 其他四种 没有的 他就没有看到了 因此 他的汇集 就不圆满 同时 他在汇集的时候 那不知道是有意 还是无意 将经文 这个原文 改动了几个字 当然 在他来说 这是无可厚非 以他的 舍佛的功夫 误入的境界 文字的造诣 那都是属于上乘的 但是这个例子 不能开 例子开了 后代的人看到 前面祖司 可以随便改动经文 后人也照这个样子办 那这个人改一句 那个人改两个字 经传下来之后 就面目全非了 所以是经文是 决定不可以改 这是阴光发思 对他的批评 对他 这个做法呢 是相当不满意 祖司批评呢 有他的道理 希望政法 能够长驻世界 清朝末年 这个魏莫申的一本 魏居士 古无诚云一本 他都看到了 他的会计 确实超过 王龙书的